像一般我们长谷 就是这边的 那个可以做两次 那我们周边学的话 以我们骨髓中心比较严格 就是医生做一次 那柏林他有捐两次 第二次他是捐淋巴 淋巴他是捐给同一个人 就是说他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恢复的比较 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所以医生建议 再捐一个淋巴球 让他赶快恢复 各位好 我是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会客室 超完美任务 今天三位来宾 异一为您做介绍 首先是王梦专师姐 碧秀好 观众大家好 继续是黄柏林 欢迎您 碧秀好 大家好 继续这一位叫做吴怡婷 我们一起来欢迎 碧秀好 大家好 来看看柏林跟怡婷 两位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喔 但是我们怡婷在剧中就是饰演她 对不对 没错 有没有觉得真的 角色自己把演员找上门来了 对啊 有没有觉得 好像喔 第一次相见有没有觉得 哇 原来我演她很像啊 有 有喔 导演难怪会找我 对 难怪难怪 印证了 那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柏林 她原本的这个工作跟休闲时间 基本上就是两个互换而已 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社交活动 好 怡婷你自己呢 在这个部分像不像她 跟我以前蛮像的 以前 对 我以前比较 其实我也是比较避暑的一个男生这样子 所以生活就是比较一成不变这样子 没事的话我就喜欢就待在家里就好 也不会想要去户外有太多的活动 懂 她有提到 纯粹的人都会觉得一成不变没有关系 我甘之如頤 但是会有一个动力 改变她 从一成不变变成多样化 你是哪一个部分启动的那个开关 青春期嘛 当然就是因为有喜欢的对象这样子 然后就会变得活跃起来 对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多才多姿 会想要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了解 但是柏林呢 当你启动的那个生活 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开关是什么 哎呀 怎么好像又讲到我 也是差不多的感觉 也是差不多的感觉 对 我们的孟专其实认识我们的柏林 一定是透过这个造血干细胞 要捐赠的姻缘嘛 听说她很难找是吗 是啊 其实当初如果就这样放弃了的话 可能就没有今天可以变成partner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找的时候 可能资料上留着的地址 它已经异动了 所以我们当初去找的时候 好像开美法的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问她说 有没有柏林这一个人 她说没有 不认识 然后不认识的话 我们好像在问的话 好像有一点没有话题了 然后我就想说 那有可能是租的 好 那问一下说房东呢 房东请问贵姓啊 她就说 黄东姓黄 然后我想说 好像有机会了 对 所以我就问她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打一通电话给黄东 然后她真的有帮我们打 然后就把这个线打起来了 找到房东了 房东家的确有这么样一个人 但是她就能够出来了吗 她去当兵 所以柏林其实你建党的时候 还没服兵役就建党了 表示可能在学校或是其他的姻缘吗 对 我是在学校 在大学的时候 对 那时候刚好是下课 对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体育场 就一群人 还蛮热闹的 然后我就好奇凑过去看一下 懂哦 对 那时候就是听姐说 然后在那边就觉得这个算是旧人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是读二类组 对 然后所以多一些算术类的 会比较有一些关键字的进入脑袋 你知道那个几率很小 对 我就想说我是当那个分母就好了 对 对 对 我想说抱着那个心态 嗯 好啦 就建议官学来做几率 不仅仅当分母 连分子都当上了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刚刚特别有提到了 因为找她不好找 对不对 搬家了 然后甚至就服兵役了 还好有我们的关怀小组有经验 可能继续的往下问下去 问到真的没有办法再说 但是就是找到了 这个部分是不是特别要提醒我们一些观众朋友 如果印象当中曾经建党的话 应该要在资料异动的时候 怎么样跟谁做联络 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做过建党的话 那现在地址跟电话有异动的时候 即使可以上我们骨髓中心的网站 上面会有电话 它会跟你核对身份 好 让你做一个修正 这样子我们在配对到的第一时间 就可以把讯息传播给你 对 不会错过那个抢救黄金时期 对 不然找不到就太可惜了 真的耶 因为其实患者他是在拔河 在抢时间的 但是我们的这一位 还真的是幸运到一个幸运家幸运 怡婷应该知道她有多幸运吧 我刚好听说过 几个分子 两个分子 两次分子 非常厉害 你听到了之后的震撼度是如何 天哪 这样子已经够难配对了 你还配得到两次这样 所以很厉害 所以配对两次 两次都捐赠成功吗 第一次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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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成功的时候 那个的心情有特别觉得惋喜 或是什么的吗 当兵都没想那么多耶 只是觉得就少一次机会这样子 对啊 后来真的没想太多 只是后来又退伍后的再通知 就是真的还蛮惊讶的 对 所以就觉得说一定是答应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当找到她的时候 第一次没有捐赠成功 是因为还有其他适合的人 因为相信找她是花一些时间的 也许就此时此刻 如果有第二顺位 或是就是可以配 递不上 那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形 他第一次配的话 就是刚好对方很幸运的 配对到两位 然后就二选一 可能他的那个配对几率 就是比他多 所以就是选对方 不过一年后又配对到的时候 也觉得很惊讶了 所以那时候通知到柏林的时候 他还是说我愿意 了解 好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要来请教了 假设他18岁就去建党 这个资料会留到55岁 61岁 61岁对不对 可以捐赠的年龄到55岁 那好比说他第一次配对到 没有捐赠 所以这个资料会继续去配对是吗 对 那配到之后他捐赠 请问当他捐赠过了之后 会再继续配对吗 像一般我们长骨 就是这边的 那个可以做两次 那我们周边血的话 以我们骨髓中心比较严格 就是医生做一次 那柏林他有捐两次 第二次他是捐淋巴 淋巴他是捐给同一个人 就是说他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恢复的比较 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所以医生建议 再捐一个淋巴球 让他赶快恢复 了解 所以真的两次配对 两次捐赠 当然是第二次捐赠 是因为同一个变换 他的需求嘛 这个几率也真的是很低 对不对 我相信还是很低的 当然在这次呢 要参与这个超完美 任务的演出的时候 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些想象嘛 对不对 这个角色上面 其实对你可能过去 曾经参与过的 特别不一样的点在哪边 这次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是真人演出 对这是有本尊在的 这样 好像 因为我一直认为演员 像一个厨师一样 对你拿到所有的材料 你要拼凑出一个新的菜色 给客人这样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 你拿一本食谱 食谱在你旁边 你要照着他配料下去做 这样子 但每一个人 配出来的味道又会不一样 对啊 同一道菜不同妈妈炒出来 就是不一样口味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对我的挑战就是 这次我要照着食谱来了 不能在自己随心所欲的 但是我相信你有观察到说 从剧本当中 因为过去没有 刚好没有机会遇到柏林本人嘛 但是从整个 可能剧本啊台词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 类似像你们这样子的年轻人 以你自己同样是走过那段的历程 你会觉得 你现在可能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演戏 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方式上面 透过今天这一个角色 你会有什么样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吗 每一个演员在全是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也都在偷偷的传达自己的讯息 这样 那我觉得这时候心态 自己其实蛮重要的 你想要 你想透露出什么 你在这个框架之内 你要流露出什么细细 给大家知道 这个我觉得 只要靠平常生活去累积的才有办法 这样子 你历练的越多 你流露出来的东西就越丰富 越丰富 对 好 我想他讲的 其实跟你们好像在这个任务上面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不熟 也是照着食谱来 我先照着这个讲 照着这个做 可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的历练之后 其实在怎么样去跟人应对的时候 可以集结更多的善 来注入在这一块当中 年轻人的力量一定要赶快站出来 18岁以上可以建党的人赶快加入 再来的话 想一想哦 自己如果曾经参加过骨髓捐赠建党的人 如果你曾经搬家啦 换了电话啦 主动的上网到我们的慈激骨髓中心去做 重新的资料移动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有机会更快速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请大家明天持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三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